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装修或改善的公司在我们家做一个免费的设备 然后给我们一些建议 然后同时我也从那边得到蛮完整的资讯 然后想要趁这个机会整理整理分享给大家 然后那时候那个工程师来的时候 他就建议三个方向 大部分改善那个能源标章等等大概这个三个方向 第一个就是隔热 所以你家的那个墙壁有没有够隔热啊窗户有没有 双层啊三层啊 你刚说改善是说如果你现在能源等级要跳一级的话 要往上的话或者是说你家的要更节能 大概就是三个方向 第一个就是隔热 那他说他跟我讲了一个年份 那我现在确切忘记了 我刚查一下可能是1992年 92年之后的房子 因为建筑法规的关系 他的隔热都还不错 当然越新的房子 他的隔热通常是越好 建材不一样之类的吗 对就是他的隔热要求也不一样 然后他说我们家是还OK的 所以这部分就没有什么改进空间 那再第二个最多人做的就是太阳能板 但是他也有跟我说 最近的荷兰政策 太阳能板的政策真的是一直在变 就是我们之前有拍过那个太阳能板的 划不划算后也决定不装 对 结果现在政策改得更夸张 那时候是说你下电可能不能抵东电 对 然后现在是变成你夏天多发出去的电 你要请能源公司收回去 你不只不能卖给他他还要给你收钱 这是确定的事情了吗 有几间能源公司的确现在一定在进行了 就确定了 对 是付电价 所以你要看你的能源公司跟这个有没有关系 对对对 所以现在太阳能板 也不会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 或者大家都在观望 这个变数真的太大 这个十几年投资 然后很容易 一个政策改变 就很难回收 所以现在这个阶段我们也没有打算要安装 然后第三个就是今天的主题 热泵 因为热泵 就是最节能的一个方案 新房子大部分就是 近几年来这个技术好像也蛮有名的 那在讲这个热泵细节之前 我先讲讲能源标章 那时候我有问他说 那我们这个东西如果真的都升级改善了 那我们去申请人家来鉴定能源标章 能源等级升等 有什么好处 他跟我说 嗯 的确好像没有好处 我说就是能源等级升等的话 你的房屋价值 WOZ 会提高 那WOZ 提高的话 你的房屋水就变贵 所以听起来好像只有缺点没有优点 应该说你还是自住的情况之下吧 所以他说一般就是等你要卖房的时候 你才去申请升等 这样的房价就一直提高 所以你可能会先把你的 的确是改善的事情都做完 但不会去申请升等 通常可能是这样子 能源 改善这件事情还是可以做 但是你真的去申请能源标章的话 就是等到卖房子的时候 对对对 这是两码之士 那在讲 热泵系统之前 大家可以看到这张图 这个是上次 就是录 暖气系统那一集 分享到我们家现在的系统的样子 主要就是有一个热水器 热水器他主要供应我们家的暖气 这个就是那个壁挂式的 暖气 然后热水进去 然后最后冷水 回来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家的热水 这个是一般水用头的热水 所以我们家的热水器大概现在是供应这两件事情 好那现在就讲一下热泵系统 大概是怎样 热泵系统他其实就是一个很像冷气室外机的东西 那一般就是装在室外 那他的样子也的确很像室外机 这就是 一样长得像室外机 有一个风扇然后房型在 户外再转 那安装的时候他又跟我提到 因为我们刚好有一个车库的顶棚 我们可以放在车库上面 不然一般这个 因为他很大很重 如果你没有这样他可能就只能壁挂 但很重所以壁挂 也不会是一个太好的方法 所以最好就是你刚好你家有一个 屋顶可以让他放上去 平的吗 最好就是平的他可以放上去 这样子最好安装的 然后装完以后呢 他一样他就会牵 他是牵水管 就是水管会接到 这边 热水管 那边 过去 他水管会接回我们的热水器 那整个系统 运作起来就变成 他等于就是 冷水进 冷水进去这个系统 然后他会吸取空气中的热 然后让这个冷水变成热水 再回到我们的系统 嗯 对 那 他跟我们现在的热水器是可以并存的 这样 就可以减少瓦斯的用量 因为他能透过这个系统 然后去加热你家的热水 然后热风系统的运作 他就是要接电 所以他接一条电线到你家的 总电箱 所以安装的时候要考虑这几件事情 就是这个东西本身要放在一个 平台上面 因为他很重很大 然后再来就是接水管 到你家的热水器 所以第1个就是放的位置 再就是要考虑水管能不能很方便的 连到你家的热水器 如果你很远 那你光这个水管在室外走 这热水 在室外走太远都变冷 效率也不好 那考虑的这个情况 可不可以有一个什么顾问还是什么的 就是像这个他来帮我们看的时候 他就跟我们建议可能可以装在那里 是免费的吗 对的 他来帮我们看是免费的 就你可以问他是不是会装 对的他会帮你想一个比较好的方案 然后再来就是这条电线 要怎么样很漂亮的前到人家的总电箱 打洞还是什么 对这个都是 就是你自己在考虑要装之前都可以先考虑 这个是他提供给我的第1个方案 就是跟我们现在现有热水器做一个 Hybrid 就是共存的模式 那这个模式会有一个小小的缺点 就是你可以想像你的我们的瓦斯用量就变少了 对他跟我们说瓦斯用量变少了 但是呢 我们每年 就每个月缴的基本费 还是很高 瓦斯有基本费 对瓦斯有基本的那个管线的费用 就跟水费一样 水费基本费超级高 即便都不用水 也是要加很多钱 瓦斯也是一样 所以他说这种瓦斯用量很低的状况来说 就 不太划算 喔 所以有一个 建议的第2个方案是 直接把瓦斯整个拿掉 就变换电 对家里都不要有瓦斯 抽热水换电的 那如果是电的话 供热的 就是热的会是什么 对我现在就划 如果把瓦斯都拿掉 就是我们没有热水器了 没有热水器了 然后取而代之的会是一个 很大的 它像是水桶 水桶 出水桶 对 这样他烧完热水以后呢 就存在里面 然后 他不是吸冷 空气 热空气进来吗 对啊他就一样 冷水进去啊 吸热以后变热水 存在这个热水桶 所以我们家以后 如果用这个系统 就没有热水器 嗯 那 本来我们的瓦斯 还有用在我们的 炉灶 厨房 那厨房也要改掉 要改成那种IH炉 就改成用电的 像整个家里就是 没有瓦斯了 所以如果是瓦斯拿掉就是变成 这样子的方案 最主要就是影响到厨房 对厨房的使用习惯 这是他提供的 第二个方案 然后刚介绍了两种 系统改装的方式 然后讲结论 你说热泵系统吗 对热泵系统 可以安装在我们家 现有的环境的样子 那最后结论是 我们一样没有装 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是 他看了我们算一下我们现在冬天的暖气的用量 瓦斯的用量 我们真的是很省 是我们自己算的还是他帮我们算的 因为我历史数据 我提供给他 然后他可以帮我 大概估算一下 可以省多少钱 那这个书照在哪一块 就是我每年会有那个瓦斯费的用量 我把它每个月加种起来 因为我们 生活了一年嘛 所以一整年完整的资料 对然后 他估算一下 换热泵的话 我们可能要10年才会回本 所以最好是有一年以上的能源 住家能源资料 你没有的话就是拿荷兰的平均值去算 他平均值不见得是你实际状况 那10年的话我自己觉得太长 因为热泵系统 这台东西可不可以撑10年 或者10几年也很难说 那个能源公司没有说吗 他没有讲那么明 但他给我的感觉就是 他自己不是那么确定 他没有 没有那么快见 那我第二个很大的concent是 我有去问一些朋友 我猜我们装的热泵 不见得会比较省 有一个主要原因是因为 你记得我们冬天使用暖气的方法 我们一天只开两次 我们家的习惯 就是我们有需要我们才会把 暖气面的热水给加热 一天只加热两次 但瓦斯的话瓦斯的好处就是 他很快 像你在烧热开水一样 你加热的瞬间他大概几分钟内 那个 水就烧好了 热水澡也是这个概念吗 对就是很快加热很快 那热泵的问题 网路上大家说比较大的问题就是 你可以想象他就是一个吸热 那个 效率就很慢 你要把冷水变成热水 要灯比较久 那会不会冬天他需要的时间会越久 对因为冬天室外的温度比较低 他吸热就效率更差 外面相对 所以一般用热泵系统的使用习惯是 他都一直开着 可能到某些时段就是温度调高一点 但是他平常就是让他一直 有在运作 对那这样子下来 不见得比较省 因为他用的电子 整天都开 我们平常只是 开两只瓦斯 所以这样 我觉得可能反而没有比较省 所以我们后来就决定 先不要动 因为现在 瓦斯 有影响到我们的厨房 主要是 我们他评估 大概是三个方向可以改善 但我们家用电的习惯 用电跟用瓦斯的习惯 对 然后还有我们厨房 如果要改 就是一个大工程 对 所以后来决定就先 不要动 因为我有 我有跟他提 提到这件事情 就是说 听说热泵的加热效率很慢 不像瓦斯这么迅速 他会不会说 热泵也是很快 对对对 我是蛮打问号的 因为我们路上看到 有人提到这件事情 那我以他的技术来说 我觉得慢是 正常合理的 就是以他这样的 方式 如果大家有知道 用了热泵的系统 然后一些经验 实际的心得 对对对 有没有家里用热泵 然后你们也是一天只开两次暖气 一次暖气 然后 还是蛮划算的 可以分享一下 对 再补充一个 但是装热泵有一个好处 很酷的东西 如果你家是有地暖的 就是如果你水管在地底下的 热泵它是可以反转的 什么叫反转 本来是吸热 他可以 把它变成吸冷 就是让你家的 管子里面在夏天的常温水 变成冷水 然后就涼涼了吗 你家的温度就会降低 所以他就变成有一个冷气的效果 这是热泵的其中一个好处 但是荷兰 因为这个原因去装的 动机很小 荷兰热的时候也是 没有那么长 可是热的时候很热啊 我说他就等于装热泵 他就是冷气机跟暖气机可以进入 对 可以这样想 喔 这是热泵的一个好处 刚刚提到热泵 它其实就是 长得很像冷气的室外机 嗯 它技术上其实也跟冷气的原理是类似的 嗯 什么意思 冷气也是一个室外机嘛 对 那冷气是把 热空气进去 对 然后冷空气 粘到冷气 对 它是 类似的逻辑 然后热泵是水 但他都是在 那边做一个热交换 嗯 那我就去查 因为 冷气在我们的观点里面会觉得开冷气很贵 嗯 那为什么热泵 我们会觉得用热泵很便宜 嗯 我后来去找 我觉得比较有可能原因是因为 我们平常 在台湾会热 我们就开电风扇 开电风扇电费大概在这里 嗯 然后冷气的电费会在这里 嗯 但是在 欧美国家 他们用电要 变成暖气 电费在这里 嗯 所以用热泵电费在这里 嗯 所以就会觉得 热泵很便宜 相对起来 装的会划算的 对对对 比起传统的暖气系统 嗯 因为电转热就是 很 效率很差 耗功率 对对对 很贵的一件事情 用冷就是 电风扇就是 很便宜的事情 好 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 如果喜欢我们就请记得 订阅 按赞 分享 开启小铃铛 拜拜 拜拜 by bwd6